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美国总统川普27日晚间在推特上发布短讯 新冠救济好消息 请跟进最新消息 之后川普正式签署 通过了包含9000亿美元纾困金在内的 2.3兆美元政府支出案 将成年人的纾困补助增加到美人2000美元 未成年人补助600美元 此前川普说绝对会否决法案 现在又签了 有报道称这次是川普让步了 不过川普总统和白宫新闻副秘书贾德迪尔 相继发表声明证实 已经签署的是HRD133号法案 该法对截至2021年9月30日的财政年度 进行了合并拨款 并提供了新冠应急响应和救济 但对此前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做出修改 在白宫发布的官方声明中 川普表示 我将在综合和一揽子计划上签字 向美国国会亲属的表明 需要亲属浪费的条款 我将主向带红线标注的版本寄回国会 并附有正式撤回国会申请的要求 要求国会将这些拨款条目从法案中删除 声明指出 作为美国总统 毋有责任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破坏和困苦 签署该法案以恢复失业救济 停止租户驱逐 提供资金援助 为PPP增加资金 使我们的航空工人重返工作岗位 为疫苗风发增加更多的钱等等 川普在声明中表示 众议院和参议院已同意 强力聚焦11月3日大选期间发生的严重的寻举违规事件 同时 参议院将投票启动对大选违规的调查 同时 国会还会审查230条款 要么终止 要么对230条款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 川普这次用上了责向否决权 根据联邦国会在1996年通过了责向否决权法案 允许美国总统在签署同意某个法案时 可以否决该案内的部分条款 在白宫声明发布前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 他称赞川普决定通过疫情救济的做法 川普总统如果要拯救我们的国家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只能使用军事法庭 美国南卡罗兰纳州立宪党副首席 联邦参议院竞选人比尔·布莱索 对如今的依然充满争议的美国大选 做出了以下的分析 1月6日 美国国会联席会议 对于大选结果的表态备受瞩目 目前已经有多位议员表态 要对选举人团投票发起挑战 美国媒体CBS新闻网 资深记者凯瑟琳·赫里奇表示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 确定2020年美国大选 有中共等外国政府干预 据布莱索分析 军事法庭不同于军管 也不同于反暴乱法 只有在外国势力介入 中共介入的时候才会使用军事法庭 如果没有外国势力介入 这永远不会发生 至于为何必须诉诸军事法庭 布莱索对此解释 川普总统已经尝试 所有的法律途径诉诸法庭 但是目前大概已有20个法官都拒绝受理 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整个国家的未来都基于此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除非他们是深层政府的人 他们和中共有资金关系 美国的法庭系统有深层政府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无法相信这个法律系统 既然民事法庭的法官都不关注这些 那么就使用军事法庭 因此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选择 川普总统如果要拯救我们的国家 只能使用军事法庭 布莱索预计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宣布相关的证据后 军事法庭就将介入进来 届时美国军方会让这些州再次进行选举 在监督下选举 因为这是国家紧急状态 布莱索认为川普总统正在等待时机 直至拿到了所有需要的证据 然后采取行动 宣布让军事法庭参与进来 美国总统川普27日第四次 在推特上转推了一个名为 窃取美国的阴谋的18分钟视频 并赞必须要看 该视频揭示了美国左派政客 媒体和科技巨头控制舆论和思想 联手窃取了2020美国总统大选 并直指这一切背后的黑手就是中共 美媒《美国的人》本月7日发布了该视频 其创作者霍尔豪斯表示 我们国家所面对的真实情况 就是面对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威胁 而该视频揭露了威胁我们自由的共产主义企图 并给爱国者带来希望 霍尔豪斯呼吁民众和川普总统一起捍卫美国 他表示 人们要与建国之父们一起 欲求人民的力量和神的力量 我们是爱国者 请加入我们 与此同时 美国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律师 近日在他的个人网站上 公布了外国势力干预美国2020大选的报告 文件指出 干预美国大选的外国势力来自中共和伊朗 根据鲍威尔律师个人网站上公布的这份 外国势力干预美国2020大选的报告 报告分为大纲 摘要和时间轴三份文件 摘要文件中写道 从已知的证据和调查结果显示 干预美国大选的外国势力来自中共和伊朗 报告提到 美国大选使用的投票机被外国公司或子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着 除此之外 有约20%的投票机零件是中国公司制造 乔治亚州的选举更有证据 证明来自中共的势力直接操控 另外 目前总部在英国 但从香港起家的汇丰银行 也被指从Dominion投票系统公司获得知识产权 包括软硬体的专利和商标 鲍威尔律师曾表示 这些专利都涉及通过选票 系统和机器 获得与美国大选过程的直接接口 报告中还披露 Dominion和Smartmatic一直对外宣称 两公司没有合作关系 但他们在岛国巴贝多共享一个营业地址 另外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份档案显示 中国深圳一家云端计算实验室 能够获得关于选票机如何在美国大选运行的讯息 阿里巴巴关联企业蚂蚁集团IPO被中共当局喊停 消息引起各界关注 且阿里巴巴集团也正面临中共的反垄断调查 同时 中国舆论对阿里巴巴共同创办人马云的评价 也从成功的企业家转变成邪恶的资本家 纽约时报指出 对马云的评价转为负面 显露出中国民众的仇富情节 而马云旗下企业面临的监管压力 也可能来自中共监管网络的方式发生变化 开始将大型科技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视为威胁 纽约时报28日刊登发文 从马爸爸到吸血鬼 中共为何向马云开战 文章指出 阿里巴巴集团共同创办人马云 原被中国网友称呼为马爸爸 且其成功道路值得效仿 但最近马云的公众评价 却变成邪恶的资本家和吸血鬼 同时 阿里巴巴关联企业蚂蚁集团IPO被暂停 中共当局也针对阿里巴巴集团展开反垄断调查 文章称 马云的形象改变 在表面上来自中共官方对其商业帝国的批评 但在中国当前年轻时代面临的低工资 高房价等问题下 却显示出中国民众的仇富情节 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 也似乎愿意利用仇富情节 这可能导致企业家和私人企业面临麻烦 因为习近平认为理想的资本家应该以国家利益为优先 文章认为 马云面临的压力 也显示出中共监管网络的方式发生改变 中国长期以来 在网络监管上只审查内容 其他相关规定几乎没有 但随着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企业崛起 即使其技术可帮助中国当局追踪人民 政府也开始把科技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视为威胁 文章指出 虽然目前还需要观察中共监管机构 对马云和大型科技的精管程度 但中国轻市场人士担心 中共可能正在转向20世纪50年代 敌视资本主义的强硬路线 另据港媒援引专家分析 接下来 一旦阿里巴巴被认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机制 根据中共反垄断法规定 阿里巴巴或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相关收入所得 并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到10%作为罚款 倘若如此 若阿里巴巴对上一个财政年度收入 5097亿元人民币计算 罚款金额将高达近510亿元人民币 12名香港青年今年8月试图偷渡台湾 途中被中共拘捕 涉案人员已被关押128天 其中10人的案件当地时间28日下午 与深圳延天法院开审 法院早前表示案件需闭门审理 但庭审当天 院方又改口声会公开庭审 但强调彭提名额已满 整个庭审更禁止家属于美国 加拿大 英国等多国大使馆人员道庭旁听 综合报道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当日发表声明 使12港人士逃避暴政 要求中方放任 当天包括美国 加拿大 英国 葡萄牙 荷兰和澳洲的领事馆代表 抵达延天法院 要求入内旁听 遭到法院拒绝 当天 12名港人的家属表示 虽然法院声称公开审讯 但以旁听习满为由 拒绝家属 家属委托的律师 记者以及各国外交人员旁听 官派律师也拒绝接听家属电话 及回应家属的讯息 家属认为 这次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秘密审讯 过程不公不义 是赤裸裸的政治避害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当天发表声明 对深圳12人成员今天被秘密审判 而他们的审判通知仅有三天深表关切 拉布说 深圳12人无法接触到自己选择的律师 这进一步引发了关于在中国大陆 获得法律顾问协助的严重问题 期望中共按照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要求 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进行审判 中国企业债频频爆雷 有违约风险的中企 还包括中国零售商苏宁集团 该公司于本月初传出资金链断裂消息 分析指出 苏宁集团突然出现资金紧缩的原因 恐和中共当局正针对阿里巴巴集团有关 甚至可能和中共在2022年 将召开的第20次党代表大会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与其对手的权力动争有关 日经新闻28日报道 中国企业债违约额截至今年12月中旬 约高达1900亿元人民币 而鉴于中共当局对金融机构影响力很大 企业可能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 进而借此将中习的命运掌握在手中 或加以利用 报道称 在本月刚刚举行的 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多次宣称要加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这显示中共当局决心遏制大企业的业务 并将资源和权力集中在中共 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 另随着中共将在2022年召开第20次党代表大会 预计习近平和其对手间的竞争 对决定中企生存的影响力恐越来越高 报道分析 此前华晨七支集团于11月宣布破产 前董事长齐玉明则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由被调查 而齐玉明曾在2004年和2005年任辽宁大连副市长 现任中共总理李克强 当时责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国企永城煤电控股集团也在今年11月爆出 11元人民币违约 并遭中共证监会立案调查 而李克强正好承认该公司总部所在的河南省的省委书记 报道指出 习近平和李克强互为中共国家主席职位的竞争对手 已是公开的秘密 目前习近平也赢得了和李克强间的斗争 最新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关联企业蚂蚁集团IPO受阻 有消息指出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批评中国银行业的发言 正好撞到了习近平和王岐山斗争的枪口上 习近平被马云发言激怒 而亲自下令停止蚂蚁集团IPO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